今年可以说是95后男星的天下 以2024年手里有的带波剧来看 90后男星的数量相对偏少 平均只有一至二部 像是肖战目前只有脏海细灵 龚俊集成一哥有二部 而今年人气处于上升期的张婉逸 谈见此集成类 手里的带波剧才比较多 以下为90后男星2024带波剧盘点 肖战 杨杨只有一部立线二部 长相思张婉逸最多有四部 90后男星2024带波剧盘点 姚肖战 脏海细灵 小展今年一共播出了两部剧 一部古装剧《玉骨摇》 另一部则是现偶剧《娇洋伴我》 这两部开播的热度都很高 近期豆瓣也相继开分 表现还不错 分别为6.3分及7.9分 而小展今年接剧的数量比较少 一年大约接一至二部 不过她的挑剧眼光好 所以电视剧的评价普遍也不错 而小展目前手里 只有一部带波古偶剧《脏海细灵》 这部合作的是95后小花张静怡 网上对这对组合的好感度蛮高的 主要因为张静怡的演技发挥稳定 而且路人员也好 《脏海细灵》是部全谋剧 剧情讲述王藏海因故走入仕途 担任秦天坚一职 先后解决了多件要案 而案件线索都指向长白山 最后王藏海因发现秦鹏们后的终极秘密 前往塔木陀寻找世界之谜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 谈点二乘一英雄志 虎妖小红娘王全天 乘一明年有二部带播剧 而这两部除了都是古装剧外 更有趣的是 合作的女星都是李怡桐 两人才刚拍完了《英雄志》 又马上二搭合作了虎妖小红娘王全天 《英雄志》是假空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原著内容量非常庞大 角色众多 因此这部的配角阵容也不容小觑 有郑叶城 小顺瑶等人加盟 故事以一张神秘羊皮卷为开端 讲述一众风云人物 历经曲折离奇的命运 并直面爱恨情仇的抉择 最终实现报效国家理想的故事 而《虎妖小红娘王全天》 则是月红篇的姊妹篇 剧情讲述讲述王全富贵 被家族作为盗门兵人培养 生活没有自由 所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 而秦鹏本来是独娘子安排的间谍 在王全富贵的帮助下恢复自由 两人因而相识相爱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 盘点三龚俊《虎妖小红娘月红篇》 封过刘恒 龚俊今年真的蛮可惜 两部剧播出后的热度都不高 《安乐传》搭档迪丽热巴 但制作质感不好 剧情也没看点 豆瓣只有5.8分 而另一部合作中储夕的《我要逆风去》 虽然豆瓣开出7.3分 但创业题材太冷门 又刚好壮荡一爱为盈 而龚俊手里目前还有二部带播剧 一部是大家期待很久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这部合作女星杨幂 又是知名小说改编 配角阵容还集结各大卡司 网上热度非常高 而这部比较晚开播 听说是因为有竹叶片女主角刘诗诗的惊喜客串 为了补拍片段才还没定档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剧情讲述涂山湖族心怀大义的当家涂山红红 与东方家后人东方月初相遇 并渐渐相爱的故事 第二部则是冷门题材的《风波刘恒》 世部当代刑侦剧 剧情讲述芸汐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科 是当地奇案的汇聚之地 这里有着身怀绝技的调查小组 他们屡破其案 解决一桩桩匪夷所思案件的故事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盘点 《思洋洋凡人修仙传》 洋洋在今年暑假播出的现偶剧《我的人间烟火》 被吐槽得十分凄惨 而这部剧豆瓣还开出了2.8的低分 几乎可以说是2023年最惨烈的现偶剧了 不过洋洋并没受太大影响 今年也接下了新的古偶剧《凡人修仙传》 原著的世界观很宏伟 又高达30多位角色 剧情讲述一个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丽 依靠自身努力和合理算计 最后修炼成仙的故事 而这部洋洋打档的女星是金晨 目前这对CP让人比较难想象火花 只能等播出后再看看效果了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盘点 《无理线春色寄情人》 国色芳华 《理线今年虽然只有一部去有风的地方开播 但这部的口碑超级好 豆瓣高达8.7分 可以说是2023年表现最亮眼的现偶剧冠军 而李线近年的揭剧数量也偏少 有时候可能一到二年才会有一部 而他目前手里还有二部带播剧 像偶剧《春色寄情人》合作的是周玉彤 题材蛮新鲜的 剧情讲述年少时 车祸导致残疾的装结 结束城市打工生活 在回乡后 与遗体整容师陈迈东坚所发生的爱情故事 《国色芳华》则是近期官宣的古偶剧 而李线将二达养子 两人可以说是明年代报CP的有力后补了 《国色芳华》剧情讲述商家之女何维芳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合力出户 他凭借培育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海 何维芳与银刃折服的天子 进城花鸟时将长阳做起了生意 两人不止种花创业 也暗生情愫的故事 90后男性2024代播剧 盘点六张婉艺 《我知道我爱你》 《静秀安宁》 《柳州记》等四部 今年平常相思 试验枪弦广为人知的张婉艺 除了《长相思》 第二季将在明年播出外 他手里一共还有三部带播剧 而且每部人气都不低 《我知道我爱你》 打档的是孙姨 两人同框蛮有CP火花的 剧情讲述女华艺师许诺 和背负家庭重担的宠物医生赵敬 两个大龄青年 同样遭受父母逼婚的情况下 两人向之相恋相依 克服重重困难与阻碍 共同成长的故事 另两部古偶剧《锦秀安宁》 及《柳州记》 则分别合作《九五后小花》任命 王楚然 不过这两部网上的评价 就比较亮极了 任命今年在玉古瑶的古装造型翻车 而王楚然则是人红是非多 今年也传出了不少负面新闻 不少网友也搞笑说 张婉艺的女主运实在不太好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 谈点七谈剑刺爱情有烟火 四方管长相思第二季 谈剑刺今年因演活长相思的向流 人气直线上升 而最近刚开播的现偶剧 《很想很想你》 口碑也不错 原生台词出演 受到粉丝们的好评 谈剑刺目前手里的带播剧数量并不少 除了《长相思》第二季外 现偶剧《爱情有烟火》合作王楚然 剧情讲述投行精英里一飞 以租客身份住进投行从业者前飞的房子 并开启一段浪漫欢喜的合租生活 两人在剧中是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家 感觉蛮高甜有趣 古装剧《四方管》则搭档 三月有了新工作的周依然 她的演技灵动 古装扮相可爱 观众员非常好 这对CP也很新鲜 有看点 《四方管》剧情讲述 身处一片小小天地中的圆墨 阿树 王坤舞 玉池华等四方 致使胸怀理想 为家国和正义勇敢奔赴 砥砺前行的故事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 盘点《八成类言心记》 《大梦归离》 锦岳如歌 成为早期虽当过男主角 但都是以小成本网剧 短剧为主 今年在云之宇 演火了《功尚决议》一角后 也终于开启了 电视剧的男主之路 仅气刚官宣的新剧 锦岳如歌 合作《九五后小花》周演 这CP光是用想象 就觉得火花绝对不差 很值得期待 而锦岳如歌 剧情讲述 何燕是天生的将星 她披面剧代替 兄长征战杀场多年 却在兄长并育之时 功成身退 嫁人成亲 成亲后她被害过世 重生后的何燕决定复仇 再次女扮男装 《严心记》是由罗云熙 送一主演 而《大梦归离》 则是《陈都灵》搭档红明浩 再加上导演与云之宇 一样都是郭敬明 所以卡斯能看到云之宇 不少熟面孔 除了成类外 田家瑞也有参演 《九零后男性2024》 代播剧盘点 《九胡一天》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喜花指》 胡一天今年完全没有作品播出 所以手里还有二部代播剧 一部是现偶剧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与良杰世纪绝代双交后二搭合作 不过两人比起古偶剧 好像更适合现偶剧 日前有试出了海报 感觉CP火花很不错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剧情讲述《自律勤奋》的杂志主编叶涵 既然巧合下 帮助笨拙可爱的体育老师李萧萧 画起了一次次尴尬的危机 两人的关系在兜兜转转中 互相治愈彼此的故事 而胡一天另一部则是古偶剧《西花指》 搭档张景益主演 这部也已经杀青了 不过从日前释出的路透照来看 胡一天果然还是时装更上相 新剧的古装造型并不好看 已经被不少网友吐槽 《西花指》剧情讲述花指 从一个世家千金 蜕变成一代金国英雄的成长故事 算是部大女主剧 同剧演员含有云之雨的卢玉晓 《90后男星2024》代播剧盘点时 白晶廷难来北往 正当防卫 白晶廷今年也播了两部剧 《长风度》与松益的CP火花真的强 只可惜剧本虎头蛇尾 结局烂尾拉低了评价 而另一部《我的助力不简单》 算是小众题材 而且是部以女性视角为主的职场剧 所以她的戏份不算多 评价也偏惨 豆瓣只有5.3分 白晶廷明年同样有两部剧 题材也是她以往没尝试过的 《拿来北往》是部刑侦剧 《打党女性精神》 剧情讲述离乡十年归来的老行径马回 与年轻警察汪星 师徒二人从相互不满 到携手作战的故事 而白晶廷在正当防卫 则是特别出演 他饰演一名律师 剧情讲述一个十年前 已结案的校园防卫过档案 再次掀起风波 而与案件相关的几位主角 怀着不同目的重新相遇的故事